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子谦是鲁国人 小孔子十五岁 在《论语先进篇》中 鲁军那个时候 或者有人说是鲁昭公 或者有人说是鲁哀公 当时他想要重修 重建货财武器的福库 在这里面当然有企图 因为要囤积柴货 要囤积武器 他想要重建福库的目的 就是充实战备 讨伐木无尊障 而且在体制上 是僭越的三家大富 可是鲁军的旁边 有很多三家的眼线 所以鲁军他也知道 所以他不敢明言 他只是告诉明子谦 说他想要重修福库而已 明子谦一听 鲁军就知道鲁军的含义 所以我常会说 德信科的不是只有平德的 是讲能力建立演力 升之鲁军不是三家的对手 发动战争不但让国君失去地位 也会让鲁国陷入空前的危难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委婉地劝鲁军 维持现状 你看这个高手高来高去 什么话都没说 就维持现状就好 依徐着旧有的规模略加 修补修补就可以了 这一段高来高去的对话 事后孔子听到这两个人对话 对明子谦是赞叹不移的 明子谦这个人是很沉稳的 平常是寡言的 不说则已 一说一定切重实举 气离气急恰到好处 所以叫做福人不言言必有众 而且他是挽救了鲁国空前的危机 所以他说题目叫做和谐帮国的人才 他是一个稳定局势的智者